这个标正到只能够用精巧或者叫灵巧去形容 不知道市面上有没有出现这么小的36毫米的直径 的一只柳空标 柳空标正的地方就是它没有面子 也没有日历 大尺寸有很多市面上日本牌子或者是一些中间的瑞士牌子 伊波鲁都有 但是我心目中或者印象中就没有见过这么小的 一只36尺寸由左至右 戴上手是一种非常灵巧 不是完全没有面子 之前也说过了 是一个开了很大的面子 但是这种机身就直接是一只柳空机身 所以基本上 纯理论上这只标也可以叫做 Open Dial Oat到很大的Dial 并且也是一个Skeletonized Movement 所以这只标也可以叫做扭空标 因为用了这种NH70的机身 不如看看后面的机身 很正的 如果用NH70的机身 它的椅子是有一种 有一种 有一种 那么正的效果 东京色 或者叫日内牙色的条纹 比一般的35是 好看很多 我觉得 贵多一点点 我也觉得值 看看针的设计 整个造型 是由 是开了个洞 最大块的 那块甲板 就是主板 一种Benz針 但是最突出 原来是一支秒针 在更多的银色 银白色的背景之下 那这支秒针 都是那个Style 因为配合Benz針 但是做了一个红色 那我觉得呢 就处理得 不错了 这个 就是 是特别强 就是无论是 银色的背景 或者是一种 白色的背景 甚至是一种 暗的背景 暗黑的背景 那红色呢 也是 非常之 抢眼的 仍然是我 最 尊重的 那条 大 和 扣的设计 今天分享这支 36mm 用一个 日本NH70的 精工机心 行一个透底的设计 一支 非常之灵巧的 扭空 Open Dial 的机心